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长大后的杨子越变越美,凭借穿搭成功逆袭。 说起杨子你可能不知道,但要说起家有儿女的小雪可就老少街知了! 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! 现在的杨子已经长大了,越变越漂亮! 因为学业问题,杨子淡出影视圈一段时间。 后通过《欢乐颂》中饰演小邱影邱盈盈一脚众回大众视野。 因为把邱盈盈这一角色诠释得很好,演技也备受赞誉。 后又因为一部《青春》励志言情剧《亲爱的、热爱的人气飙升》, 《鸡身一线小花行列》。 但人红是非多,有些网友开始黑杨子,对杨子进行诽谤还对杨子的照片恶意批图。 杨子没有忍气吞声,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力,通过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。 都是成年人,应该对自己的言论负责。 杨子越来越美离不开,衣品的提升。 以前杨子的穿搭总会受到吐槽,说他老气横秋。 但近两年杨子的衣品有了很大提升,一些搭配技巧很值得我们借鉴。 让我们和杨子一起变得越来越美吧。 以前杨子选择的衣服不太适合自己,不仅显现不出身材,还暴露自己身材缺点。 把自己穿成了55分。 条纹西装本身就比较显胖,在穿一双视觉上没有深拉效果的白色休闲鞋。 看着比较别扭,有些不伦不类。 黑色风衣加黑色打底裤加黑色后底休闲鞋非常沉闷。 老爹裤把自己穿成了55分比较显胖。 现在杨子越来越会穿了,不仅可以扬长臂短,还能穿出自己独特的风格。 阳光下杨子给人非常甜静的感觉。 这件衣服比较简约大方,黑白色调加之亮片点缀。 袖子做花包处理显甜美,使得整套礼服不会过于成熟。 这种高腰礼服在视觉很占优势。 会很大程度上起到拉长腿部线条的作用,瞬间腿长一米八。 白色印花衬衫加黑色白褶裙很青春,脚上的漆皮小短靴很帅气。 手上的金色水桶包可以提亮整身造型。 其实在服装搭配中,配饰的选择也很重要。 如果你穿了一身深色衣服,就可以选择一款颜色比较跳跃的配饰, 起到互补效果。 这张图是羊子本子没错了,紫色近两年非常流行, 紫色单品层出不穷。 基本款的淡紫色卫衣搭配浅蓝色牛仔短裤可以露出大长腿。 堆堆袜选择略微深一些的紫色打造层次感,老爹鞋也选择了有紫色的元素。 做到整体呼应。 整套衣服搭配起来非常减零。 那么维持着,我们处理下来非常减零。 维持着一张纫色的形容。 纫色的颜色。